台中市青年议会第一届青年代表将在5月底卸任 第二届已经开始招生 将透过自委推荐、学校推荐及民意票选三种方式 来选出63位青年代表 这天记者会上也邀请了第一届青年代表分享经验 希望吸引更多有志青年一起参政 台中市政府率全国之先 在去年9月成立第一届青年事务审议委员会 今年第一届青年代表将在5月底卸任 并开始招收第二届 这天记者会上也邀请第一届青年代表分享经验 年轻人真的要有这个机会平台 让我们出来增加不管是学经历还有实务操作 所以有这个平台也要欢迎很多的年轻人真的要走出来 因为我自己走出来后发现说 在社会上真的需要一些学经历 然后还有一些头衔才可以让我们年轻人 不要这么不关心政治之外 又可以关心又可以有发挥的地方 号召有志青年一起加入青年审议的行列 第二届教生方式将透过自我推荐 学校以及民意票选三种方式 来选出63位青年代表 只要是15岁到35岁的台中市青年都能报名参加 不管是在学的学生或是离开学校 在社会打拼的青年朋友 透过这个方法都非常的容易参与公共事务 而且也很直接 所以我们结成的欢迎这些有志的青年 跟我们一起来为未来而改变而发生 那么他们的一个建议也有八成成为市政参采的建议 这些东西都会留下很大的影响 我相信第一届的已经算是奠定一个基础 现在第二届的青年审议会 我们也鼓励更多的年轻人来参与 因为完全是模拟议会的方式来规划 第一届青年议会由台中市长率领局出代表 和青年们进行议案协商 并接受代表们的执识 是否肯定青年代表的态度 并在市政方向上参考青年意见 也希望借此吸引更多青年 投入对公共事务的关注 记者张伟玲 台中赛访报导